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顾至今人人都想要好运气 赶走没运 所以人们都喜欢烧香拜佛 可是福气求来了吗 肯定是没有的 有人说一个人的福气是修来的 而不是求来的 真正的好福气是从平日的所作所为中修来的 求生拜佛根本无济于事 一个有福气的人往往喜欢做这三件事 福气会越来越深厚 1.吃亏是福 很多人都将财富地位当作成功的标志 为此人们为了一己私利而斤斤计较 做人一点亏也不愿吃 认为这是十分掉价的行为 可是总想着占便宜 最后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 因为自私自利会让你失去别人对你的尊重与信赖 导致你什么便宜也赚不到 人格 朋友也没了 亏的还是你自己 古人云吃亏是福 人亏天补 亏一分 天补十分 做人不要怕吃亏 吃过的亏会积攒你的福气 这一点一滴都在未来汇报你 给你带来生命中的贵人 汉朝初期 天下大定 刘邦论功行赏 萧和因作真大后方有功 刘邦想封赏最上等的肥沃良田给他 可是萧和却坚决不接受 反而选择贫瘠的赤田 刘邦不解问他缘由 萧和回答道 子孙若贤能便会学习我的勤俭 子孙若不萧 可保证这些土地不被抢夺 后来 萧和的子孙便开始发愤图抢 其他家族没落了 唯独萧家还行胜不衰 到了南北朝 还出现了当上皇帝的硝烟 正如曾国藩说 受不得穷 利不得品 受不得屈 做不得势 你吃亏受得罪越多 越磨练你的意志力 助你树立起高尚的品格 每一份的吃亏都能慢慢撑开你的格局 开阔你的胸襟 吃得了天下一等亏才做得了天下敌一等人 二 和则负弃生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和为贵 和其生财 家和万事兴的说法 一个人懂得和其待人 才能被人所尊重 毕竟身间对脉盲 两白俱伤 和其对人 别人才能以和系回应 正所谓和系春风 闲者坐 静山流水 与人怀 待人和系会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即便遇上冰山也能消融 对别人和系 不仅可以获得别人的青睐 还能让家庭和顺 曾国藩说过 和气蒸蒸 而家不兴者 为之有也 家庭和睦 自古就被中国人当作幸福的源泉 孩子知道父母的辛劳 老人理解子女的忙碌 丈夫体会妻子的难处 妻子多点 安慰家人 每个人都能做到为对方考虑 理解对方 家中和气一片 和愁 家道不兴 认定不忘 夫妻相爱 长慈又孝 彼此包容 一团和气 这样的家庭最容易积攒夫妻 发家兴旺 一个家庭没有争吵 没有鸡飞狗跳 日子细水长流地过着 夫妻也会越来越深厚 这世间 和气是容易获得别人好感的方式 是最能体现虚妄的行为 对陌生人多一点宽容便多一份人缘 对家人多一些和善便少一些争吵 多一份福气 三 少事便是福 菜根坛有言 福莫福于少事 祸莫祸于多心 为少事者方知少事之为福 为平心者使之多心之为祸 多事是辛苦之源 心显是难得之福 多心是灾火之根 心静是圣人之静 人生的幸福莫过于无事挂心 只有那些整日忙碌的人 才懂得清闲的幸福 人 但凡寓意识 总是摆脱不了是非 利害 等种种心理束缚 因此才产生了好坏之别 因此产生了不同的心境 因而真正的无事 是将心中的俗事去掉 这也是我们自身修行的最关键一步 一个人若是整日胡思乱想 便失去了享受的时间 纵使财富再多也不能开心 郑板桥曾在自己六世大书的时候 写下一句 耳无俗生 眼无俗物 胸无俗事 人生在世 如不会俗事缠身 简简单单的过日子 便是一大乐事 正是凭借着这种 内心平静安宁的生活方式 郑板桥才活到了 七十三的高龄 有这样一句禅师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我们生于世间 本如过客 又何必多去在意世间之事 只有守住内心的平和 便是自在 人生若能悠闲从容不迫 才能品尝到生活的真谓 才能把握生活的真谓 不管世间的变化如何 只要我们的内心 不为外星所动 保持一种 达观乐天的心态 择一切荣辱 是非 得失 都不能左右我们 心里的世界 是无限宽广的 四 众所谓 种瓜得瓜 众都得斗 凡有努力过 必然有结果 人的福气 都是从日常行为中修来的 祈求神佛无用 靠自己的努力 改变自己的行为 能收获自己的福气 懂得吃亏 福气深厚 以何为贵 人缘面好 心无俗事 清闲自在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 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 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 永远不会孤单